大家好 現在2020年12月10日 有位朋友問我銀行股價的問題 跟你分享一下 已經是下午12時39分 星期四 總之很多人問我銀行股價是否相信它 還是怎樣看呢 總之買鋪 銀行股價是純粹作參考 你不要相信 你相信銀行股價 你死定了 因為銀行股價 你想想它怎樣股價 它有個經理坐在股價部後面的時候 我不知道每間銀行股價的模式不同 但是它又不知你的店舖樓底有多高 又不知你有沒有來去水 有沒有前後門 前面有沒有雙黃線 有沒有欄杆 還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它只是柯地斯的赤數有多大 租約是多少錢 租金回報是多少 這樣去計算 很多時候純粹去看銀行股價去買店 累死很多人 前陣子舉個例子 我們買了一間店舖 在苗街1100萬左右的銀行股價1700萬 我說不如1700萬你幫我買吧 我1100萬買了進來 我們買了另一間店舖的時候 在荃灣2500萬買進來的時候 銀行股價大概是1700萬左右 如果1700萬你買到的時候 你幫我又想買多10間 你介紹給我吧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一買進來的時候 你買了股價 股價到沒問題 照借錢 所以怎樣股價到還是不到 銀行水緊的不是股價不到 銀行水緊的不是股價不到 銀行水鬆的不是股價到 就是亂來 意思是什麼呢 你銀行股價的時候 你只可以作參考 還有經紀很多時候 銀行股價股足價的時候 老實說 拿去100間銀行股 一定有兩三間銀行 那就股足價 股足價的時候 跟你說哪間銀行股足價 你不要相信那麼多 總之銀行股價只可以作參考 但是如果你打算是一定要靠銀行 借錢去complete那單的transaction 去買店 我就祝你好運 你不要這樣太薄了 我收了很多人的電話的時候 跟我說 買了股價錢 銀行借不了錢 臨到最後那一刻 不知道怎樣 卡住了一張契有問題 股價不足有什麼原因 總之就是未借到 過兩天要complete 我跟他們說 你打210210 找全世界最好的康業信貸快 然後問他借錢 雖然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去財務公司幾十厘的時候 都借錢去complete 去買店舖 之後你會很後悔 因為只是息口還錢的時候 借還利息的時候 也有時間去玩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不能夠all cash 去買店舖 你靠銀行借錢 去complete那單 transaction 我就祝你好 因為店舖的時候 很多時候真的好看 銀行水緊還是不水緊 還有銀行很多時候 一般借店舖 他們都比較保守一點 跟樓不同 樓有個公價在這裏 即是19樓20樓 向山向海 A座B座的時候 有個公價在這裏 看赤數 主要赤價 但是舖的時候 很多的因素 銀行股價很不足 很不足 而且很不清晰 總之有時候多很多 有時候又少很多 銀行股價總之就是作參一下 不要相信那麼多 就和你分享一下 有什麼問題就是anything 即是9036143 你加入了一個private chat list的時候 我給你一些最新資訊 又好的時候 和你問我都盡量回答你的意見 我說話很快 不好意思 習慣了 恭喜恭喜 不知恭喜是誰 拜拜